讨论是指 关于大会儿要见客户的时候 要注意些什么 但是我先要开投屏 但我这方面好像不太懂 就没有遇到过 这些我有个笔记 我大会儿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理解的一个客户会面 是什么一个样的 好了好了 我来了 太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了 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平常在读研的时候 学校的怎么教我们 要去跟客户会面 这些就是我之前一些笔记 就是跟客户面试的时候的 一些assessment的criteria 就是首先我们要看的 其实不是我们内容 而是看主要是看 那个客户对我们是否满意 所以印象是很重要 我们首先是要跟他们 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 才可以让他们放心地 跟我们说他的事 所以就是有一个small talk 比如说是今天天气 对 今天气 很差你是怎么打车过来的吗 之类的 然后我们才进去下一步 跟他说我们今天的内容 是怎么做的 多用一点不同类型的问题 就是不要用closed questions 不要问他yes or no questions 多问他一些 how what why之类的questions 就能让他给我们一个 更长的答案 好 应该就是差不多了吧 好 我们演一次吧 好 你就先跟陈绿在我们 在上面等我们 好 好 嗨 田先生 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 我是今天工程的律师 我叫朱创仪 你可以叫我朱律师 有一种莎士比亚那种戏剧的感觉 今天过来大鱼吗 有没有堵车啊 没有 今天天气挺好的 是啊 我们刚才好像笑待遇了 刚才吗 是啊 你看见了 我也是今天笑待遇了 你们在演话剧吗 两人在朗诵 就有华丽的音色 鼻腔的共鸣 他们自己也需要解压 其实这么聊一聊闹一闹 心里也松弛了 肖阳说的话并不多 但他说的那几段吧 又舒服又清楚 迅速地把两位当时 介入进去的那种僵局 一下就拉回来了 但是我有一种感觉 这一轮肖阳 有一种主动地往后退 对 是的 我感觉他大概意思是在说 我反正分是有的 你们两位 你们两位拼一下吧 我不要跟大家抢了 要不然会很麻烦 对 是的 是的 那么客户来了之后呢 我觉得现场见面的情况 并不是那么 我遇见得那么好 然后呢 出现了强化的情况 我来补充一下 您先说吧 您先说吧 相对而言 肖阳比较淡然一些 他刚一开口 那边Campley或者 两位一讲了 他马上就停下来了 两位呢 也是有点急于想表现 邀请他返回来 但是这并不影响 总体上 他还是能够在这个 整个场景的情境范围内的 在整个带人接物 或者说跟客户沟通的过程当中 Campley是相对 整个表现的 比较成熟和婉转 我觉得我那个决定是最难的 客观来讲的话 我觉得汪雨彤 在整个的完成过程当中的话 是体现了他的法律功底的 而且他非常刻骨 课题布置下去的第二天 他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完整的 内部汇报报告 写了一份那个分析报告 然后给您看一下 我怕就是具体的大方向 我有点怕出错 好 好呀 行 那让我先看一下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 他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真的很好 这个女孩 但是因为这个课题 是会见当事人 那么合同的一些名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沟通和交流 我会觉得他比较学院派 他一直在研究 就是里面的条款和可能性 你能不能给到客户信任感 以及在谈判磋商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能够去为客户去争取 在这一方面 张亚琪展现出了一些 律师应该有的表现 公司必须要在合同上写明确 你的账号是叫什么名字 你的UID号是什么 对于这个违约金 你们要我们来提出证据 来证明这个一百万太多了 我们是有证据的 他在所有这一年多的直播里 他的收益都没有一百万 就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会让当事人感觉是比较好 包括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 他的整个的一个节奏的把握 所以说在这个课题上面的话 我最后决定我那组的KPI会给 因为宇童是我这一组的 我在这一刻我只想告诉宇童 你非常地优秀 你刚才告诉我是说 你在过去的几天的实习里面 你最大的感受是压力 但是作为一个代教律师 我更多地看到的是你的成长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看到你身上有进步和成长的地方 我觉得你有比较缜密的思维 能够在很多复杂的关系当中找到一些点 并且进行深入的挖掘 这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律师 在成长路上所必须具有的一些品质 但是也要缓过来说 这个优点同时也可能是成为你的不够好的地方 抓细节没有错 但是它是不是全案的关键点 我如果在找准了关键点的情况下 继续深究下去 挖下去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 不能抓了小 放了大 是不是存在这个可能性 所以你自己要回去反思 真的 哎呀 作为 汪宇彤的代表律师 我想要为她来 发个票 争取一下二位的票 当然两位也很优秀 但是我真的是看到 从第一天汪宇彤来到今天 你不能够讲 她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到的是 她在不断地努力去突破自己 所以说的话 我是感觉得到 她未来可以有很大的一个成长 我也相信她有能力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蜕变 梁薇更加 我觉得她更加知道自己要什么 她还是那么坚定 我就想做律师的 所以如果可以看一下的话 可以再给她一次机会 那个 大家我就先解除实习了 然后我希望你们都能取得 心动的offer 那我就先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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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特别大的一个优点 特别执着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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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最后一句还要说 那个核套真的有很小 这可能也是个优点吧 他这个界障要是用对了 以后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 他太可爱了 天哪 谁也没想到在最后 很多追求是有阶层 我特别理解天哪老师说的话 感情那些是上层建筑 但这个是一个底层的基石 这个要踏了都不知道怎么去找爱情 对 就有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好可爱你 不是我很纳闷 我怎么看到他刚才哭 我就有点 哎呦有点绷不住了 我以前想象不到 我会来参加一个职场节目 我也想象不到 我会在一个职场节目上很激动 梁薇你如果有一天 有了一个敏锐的准确的法感 再加上这份坚持和执着的赤子之心 无论你到多少岁都不要丢弃 我们现场很多观察团的朋友在哭 我特别理解 因为我们想到那二十一二岁自己也有 但是过了某条线 经过了某些事 然后回头再看 我们不敢那么坚定的说 我们还有那颗赤子之心 我们有时候称之它为成熟 但也许是某些我们特别宝贵珍惜的品质 在离我们而去 你身上有那些我们最向往 和曾经坚持过的东西 你一定把它保持住 赤子之心眼里的火焰永远不要熄灭 然后你让你的法感 像小明哥上次说的 再多一点那种法感再准一点 不可限量 所以我看好你